幸福大幸福 今天的主角是環保志工石金春 三年前他参加金藏演绎深受感动 所以两年前退休之后 他全心投入慈祭来做环保 也因为他的个性很开朗 所以他总是勇于承担欢喜付出 倒很多吃 你先把那个饱太平丢进去里面空的 我们压好 就整个压好要到送到那个慈苑 好这样子 然后做其他的科技的掌 这个工作本来是师兄在做 有一次他在做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一个人要做好多动作 所以我就主动过来帮他那样子 然后帮了几次之后 严师兄就说 他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我考虑几天之后 我觉得上人说的女人要当男人用 所以我就 好吧 那我就把它承担下来 这样子那我就来压宝类 有小朋友的承担吗 有小朋友的 有小朋友的 我们平常在做纸类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多会把一些书丢出来 儿童的佛书也好 觉得很可惜我会把它就是收起来 然后就送到那个寺庙 或者是鱼眼这样跟其他的结缘 我相信有很多人想看这种书 我们放在那里他们就有机会可以拿 这样像小朋友 像鱼眼里面有一些小朋友他们生病 然后就是无聊的时候 或是家宿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书拿给他们看 老菩萨 怎么带你回去 时间 回家 回家 对啊 对啊 我们跟大家结传好的 这一步可以跟大家分享 发这样 分享发就没错 就是可以把对方企图 对方企图来看 让它开发自己的快乐 那你眼睛有点好吗 哇 正常了啦 这个军水多喝多就消遇了 大家能够和乐融融一片 每天来这里就是做得很快乐这样子 大家结个好园之后呢 你来这里再苦再累都值得 来这里还可以做好 带自己的颜巡 带这个地球来做好 可以跟这些孙子一起做会 我感觉这就是人感的情况啊